大家好,拿起毛笔,动起手来,跟着小琴学画画 上几节课呢,我们学了小鸡的画法 那么这一节课呢,我们学一下大公鸡是怎么画的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首先呢,拿起小的提头笔 然后呢,占墨,占中等墨色 然后呢,先把眼睛画 你也可以先从身体画 不过先从眼睛画呢,比较方便一些 那我们先看一下,我们把大公鸡画了这个部分 首先从眼睛画 然后嘴部 然后耳朵 开始 唱 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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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